我和姐姐从小被荡成细作培养 出师这天 陛下给了我和姐姐两个选择 嫁给宁王做侧妃 或者去北地守卫国家 姐姐对年轻英俊的宁王一见钟情 毫不犹豫选了去宁王府 姐姐进府后坐天坐地 还看上了宁王妃的位置 没多久就被宁王妃寻了错处毒雅 贬成最下等的剑奴 而我在北地履历战功 成为百姓心目中的女英雄 三年后 我回京领赏 刚踏进城门 就被姐姐一刀又一刀捅死 姐姐笑得癫狂 如果不是你 抢了本该属于我的战功 我又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再睁眼 姐姐毫不犹豫地选择 去北地上震杀敌 我看着做着美梦的姐姐 笑了 有没有可能北地不止艰苦 还有随地埋伏的敌人 和满军营如狼似虎 看到女人就会扑上去的男人 而我马上就要加入宁王的战队 剑指天下了 宁王妃向来宽厚待人 妹妹去宁王府 必定是能享福的 只要妹妹过得好 姐姐即便远行北地 也无怨无悔 姐姐说着冠冕堂皇的话 如若上辈子 我不是被她一刀捅死 恐怕我会被她的虚情假意 欺骗一次又一次 北地常年严寒 条件艰苦至极 非常人所能忍受 若燕 你真的要去 我和姐姐之所以进宫 是因为姐姐小时候救了陛下一命 后来父母因收留陛下 被刺客乱箭射死 逃过一劫的陛下 为报救命针 便将孤苦无依的姐姐 和我一同带回了宫 回陛下 若燕知道 大将军驻守北地多年 战功赫赫 威名在外 北地百姓 为大将军为尊 而陛下 对此忧心已久 若燕愿奔赴北地 轻力留在大将军身侧 做陛下在北地的另一只眼 这一席话讲得真漂亮 陛下都动容了 可只有我知道 前世在他一刀刀刺向我之时 眼里的愤怒和嫉妒有多疯狂 这些戎宠 本该是我的 你这个贱人 你何德何能拥有这一切 去死吧 重来一次 这些就都是我的了 前世 即便在北地 我也想方设法给他写信 告诉他 我在北地一切都好 让他安心勿念 可我的报喜不报忧 却让他真的误以为 我在北地很好 我在远方挂念他 他却一心一意 只想杀我 上辈子他有多恨我 这辈子就有多想翻盘 若云 你可以有意见 宁王年轻俊美 且后院多年 只有宁王妃一个女人 他身子又弱 据说和宁王妃一个月 也同房不了一次 嫁给他 做他的侧妃 一不用管家 二不用暖床 甚至 作为一个不得宠的侧妃 连情报都不用向陛下提供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 再想起上辈子 历经千难万难 才到北地 被敌人抓走 险些没了小命 费尽心机逃出来 却又被大将军手下 当作敌营奸细 被当众包了衣服 万般羞辱 我忍住笑意道 若云只怕姐姐 受不了北地疾苦 这便不用妹妹忧心了 姐姐冷声将我打断 她看向我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妹妹只管在宁王府 好好享福 做你的宁王侧妃即可 我感动得差点落泪 如此 妹妹便只能祝福姐姐 此行顺利 为陛下 为下国 建功立业 再与归来 姐姐在出发北地之前 就是过来嘲讽我 宁王又如何 终究不是正妻 不能穿正红的嫁衣 没有吧台大叫 没有古月齐名 安安静静地从天门台进来 呵 妹妹 你的后半辈子 就要被束缚在这小小的抑郁了 姐姐的手慢慢扶过 梳妆台上奢华的妆帘 那都是陛下赠我的嫁妆 姐姐侧目看了我一眼 忽然轻慢地笑了 其实像你这样 无知也挺好的 至少 你不会痛苦 我装作听不懂 亲自倒了杯水给她 明日 姐姐便要启程前往北地 妹妹不能相送 心里万般不舍 今日便以茶代酒 敬姐姐一杯 愿姐姐顺利安全到达北地 姐姐吃笑一声 她随手接过茶杯 仰头一眼而尽 喝完后 她把茶杯往我身上一扔 脸上尽是嘲讽 傻子 这是笑我 被她卖了 还帮她数钱呢 这么天真的姐姐 该不会到北地的第一天 就被人卖了吧 我的唇角勾起一抹 难以察觉的笑 却在转头的那瞬 不欺然撞进一双漆黑的毛子里 来人一袭青色长衫 面容清俊 她虽嘴角含笑 却给人一股巨人千里的清冷气息 只一眼我就知道 她是宁王宵义 我行礼请安 姐姐却僵在原地 脸色刷白 宁王漫不经心 扫了姐姐一眼 随后亲自将我扶起来 不必多礼 往后你就知道了 本王和王妃 都不是拘泥这些俗里之人 虽然不能给你正妻之礼 但既然你入了王府 本王便能保你一生无余 让你此生平安稳妥 她意犹所指 看来 她刚才听到姐姐的怨言了 我下意识看向姐姐 此刻 姐姐连头也不敢抬 害怕得站立不已 因为她深知 宁王只是看起来温和无害 游记得上一世 大将军最后吐真言 当初先帝最响力的太子 不是当今陛下 而是宁王 大将军一脸深意 若非宁王无心皇位 此时 谁在那龙椅上坐着 还未可知呢 我想起前世 姐姐刺了我之后 其实我并没有立即死去 我被接回皇宫 陛下下旨 让太医院 务必竭尽全力将我就回 可只有我知道 他把我扔在冰冷的地上 什么错事都没有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 一点点把身体里的血流干 其实回京之时 大将军就曾忧心地暗示我 我在北地履历战功 声望剑起 甚至有百姓将我与武帝相提 以陛下的猜忌心 此行回京 我恐怕凶多吉少 那时 我还笑大将军多心 你们姐妹两人 寡人竟看走了眼 没想到 你姐姐如此不堪重用 不过 他到底替寡人办成了一件事 那就是 杀了你 那时我才知 原来姐姐杀我之事 还有他的手笔 所以 这一事 我不仅要姐姐付出代价 还有当今那位 既然得不配位 那就晃得配得上 那个位置的人好了 姐姐离开后 凝王正悠悠地看着我 我娇媚一笑 王爷 今晚是你我洞房花竹之夜 不如早早些了吧 我向他慢慢走去 一边走 一边宽衣解带 我的手抚摸上他的胸膛 他看起来身子单薄 但衣衫下的肌肉 却隐隐彰显强劲的力量 前世我混迹军营 看遍成千上万个男人 可手底下的这副身子 却不输任何我瞧见过的 看起来所谓病弱 跟前世一样 不过是为了迷惑 那位搞出来的手段罢了 王爷应该已经猜到 我是陛下派到 王爷身边的奸细吧 凝王抬起他 黑沉沉的眼眸盯着我 好看的唇角勾起 你还挺诚实 我只是在赌 上辈子 我也是靠坦白 获得了大将军的初步信任 站在顶端的男人 最即被人欺骗 而从面前男人眼里 流露出的信位来看 我应该赌对了 你是陛下的人 如此自曝身份 是打算背叛陛下 投靠本王吗 凝王眼神冰冷 纵使上辈子见惯风雨 我也不得不承认 你王一个眼神 就足以令人胆寒 我吻了吻心神 若云不敢 但若云知道 王爷最恨别人欺骗 与其日后被王爷发现 不如今日我便招了 也能换取王爷一丝联系 不至于要了若云性命 毕竟 我是陛下赐给王爷的 若我刚进府 便没了性命 想必 王爷也不好同陛下交代 我微微捶着头 但仍然能感受到 一道炙热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审视我许久 你在威胁本王 我抬头看他 四目相交的那一刻 我清晰地看到 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异样 来不及细想 我镇定开口 若云一介女流 如何能威胁王爷 更何况 这世上有王爷惧怕之人吗 王爷从来不惧 只是王爷不争 愿意退让而已 闻言 宁王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宁王的唇角慢慢凝住 他沉沉地看着我 我记得前世 大将军告诉我 宁王南下治灾 陛下却在路上 派人刺杀宁王 虽然刺杀没有成功 但到底 在宁王心底埋下一根刺 而这根刺 就是我要利用的痛点 外界揭传王爷 只钟情王妃一人 所以后院空虚 却不知 王爷只是还未找到心仪之人 而王妃 一心属远在北地的大将军 所谓的绝案其眉 不过是掩然耳目罢了 这一切 都是当今那位所为 如果天下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那王爷的牺牲 也算有价值 可如今 边防不稳 陛下苛捐杂税 民不聊生 王爷 你真的甘心吗 即便王爷甘心 上面那位 又肯放过王爷吗 王爷又对得起 天下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吗 闻言 宁王冰冷地看向我 我一无所畏惧的回事 而后 他慢慢扯起唇角 白若云 果真名不续传 我毫不示弱地道 王爷你也是 深藏不露 我说完立马跪下 表明忠心 而若云想要的 不过是 完成王爷心中夙愿 让一心卫国的将士 得到应有的荣誉跟回报 让天下百姓 能有一个太平盛世 南国再度来犯 北帝军粮告捷 我给宁王出谋划策 让宁王毛遂自荐 亲自押送军粮前往北帝 我自然向陛下 表明我的价值 是他在宁王这边的棋子 随即跟随宁王前往 出发之前 北帝传来消息 在最近的抵御外敌一战中 姐姐带来的情报立了大功 他已经取得大将军的信任 成功打入军队内部 成为目前军队首脑 不可或缺的一员 听说你姐姐被敌英抓去 却完好无损归来 还给大将军 带来许多重要的情报 我吃笑 你怎么不说 我姐姐被抓去那段时间 敌英盛传 下国女人 跟敌国将领不清不楚 叶赫那个色胚 怎会轻易放过姐姐 前世 姐姐刚捅完我 就被陛下派的杀手 给抹脖子了 姐姐死不瞑目 以姐姐的心性 重来一世 他对陛下 或许早就没有那么忠心 甚至有可能早已投敌 毕竟 南国将军的好色 尽人皆知 按照情报所说 姐姐活着 从敌影走出来 还能获取那么精准的情报 谁知道 不是他和敌军勾结 为了获取大将军的信任 而联合演的一场戏 萧毅却突然问我 你怎知叶赫好色 当然 戛然而止 我看向萧毅 他目光深沉地望着我 我总觉得 那双黑色的毛子 要将我看透 我别开眼 当然是听说的 叶赫本就臭名远播 其实前世 我也曾落入叶赫之手 叶赫不仅是南国将军 还是受宠的南国三皇子 可是 特别荒唐的是 他虽是一军之将 可他从不亲自领兵作战 因为他晕血 所以 前世我被叶赫抓了之后 当着他的面 我一刀一刀地割自己的大腿 鲜血淋漓 血肉模糊 叶赫当下呕吐不止 他气得叫人 把我扔在乱藏岗 因为那里野狼出没 我必死无疑 可我杀掉了那些野狼 我活了下来 一个月后 我随宁王到达北地 掀起军杖 第一眼看到的 便是花枝招展的姐姐 白若云 你来这干什么 姐姐震惊到破声 她三两步就到我身前 惊疑地上下打量我 我淡然一笑 姐姐 好久不见 你怎么来北地了 你一个人来的 姐姐连声质问 为了出行方便 我身穿男装 北上这一路 走得又快又急 于是 此刻的我满身脏污 看起来积邋遢又落魄 姐姐盯着我瞧了又瞧 突然放声大笑 我知道了 瞧你这个样子 是被凝王妃贬成贱奴了吧 嘖嘖 真是可怜 不过 看在你是我妹妹的份上 要不然就留在北地 我让大将军赏你一口饭吃 对了 你可以和那些 被抓来的俘虏一样 当个军纪 有的吃有的睡 还爽呢 姐姐阴阳怪气地笑了起来 这时 凝王走了进来 姐姐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对于凝王的恐惧 是刻在心底的 几乎是下意识的 他立马躲到我身后 可不过一瞬 他似乎想起 此刻已不是前世了 他现在是大将军的军师 于是 他壮着胆走出来 迅速走到大将军身边 大将军 这个白若云是我妹妹 也是凝王的侧妃 可她大概是做错了事 被凝王责罚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请大将军向凝王讨个人情 就让我妹妹留在北地 当个军纪 也算是对她的惩罚了 军纪 啊 姐姐还真是恨我 大将军还未开口 军帐外突然传来号角 敌军夜袭了 敌军夜袭了 军帐内气氛骤变 大将军和凝王一脸肃目 姐姐却自信一笑 别怕 按照我之前说的做即可 他们不是要来真的 只是想让我们紧张一下 这时 有副将来报 他们趁烈夜色伪装了 发现的时候已经离我们很近 敌军人数众多 看来 这次是来真的 不可能 姐姐笑着打岔 没有半分危机意识 我的情报不会错的 这是他们的战术 风火吸猪猴听过没 这才是他们第二次 至少三次 他们才会真的行动 姐姐斩钉截铁 信心膨胀 凝王却突然看向我 现在该怎么办 我微微一愣 问他干什么 他刚来北地 懂个屁 听我的没错 就当没这个事 该喝酒喝酒 该 姐姐话未说完 就被大将军挥手打断 若云姑娘 你说该怎么办 姐姐震惊 大将军 怎么连你也 不止姐姐 我也震惊了 若是前世 大将军这样问我便也罢了 可今生 我对他们来说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白若云 为何凝王和大将军 会在这种时刻 问我该怎么办 姐姐不满地叫嚣 而我很快恢复如常 按兵不动 我们没有如敌军所料 那般回击 他们心里反倒会猜疑 反而不敢再贸然前行 如此 我们便有反击的机会 但依旧要重兵部署 以对敌情 切记掉以轻心 而且 打南国色胚 我有经验 我让大将军 给我一支小分队 要精英 大将军没有迟疑地点了 能力最出众的将士给我 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不管是前世今生 他都一如既往地信我 临走之际 萧毅突然拉住我 我也去 我刚想开口拒绝 他却微笑着 伸手点住我的唇 我武功其实不错 不想见识一下 你不想 我却很想亲眼看一看 下国第一女将军 带兵作战的傲人风采 我慢慢瞪大双眸 萧毅他 是的 白将军 我是和你 一样的人 他俯身在我耳畔低语 重将集合 只待我一声令下 可我迟迟没有动作 萧毅驾马上前 怎么还不出发 我神秘一笑 别急 鱼儿还没准备好呢 话音落 军杖掀起 打扮妖艳的姐姐走了出来 我利落下马 快速走至跟前 我单手挑起姐姐的下巴 嘖嘖 姐姐果真是天人之姿 我见游怜 姐姐却狠狠拍掉我的手 白若云 若是让我知道你欺骗我 我定不会放过你 姐姐如此聪慧 怎会被妹妹欺骗呢 若不是陛下 怀疑你投身敌营 怎会派我来北地 姐姐 今晚是你立功 洗脱嫌疑的最佳时计 我盯着姐姐 慢慢勾起唇角 姐姐 莫要错过了 叶赫不敢上前线 那必定留守后方 而南国大举压前 大本营留下的守卫就少了 只要抄小路 到南国的大本营 一举抓到叶赫 这场战事 便不战而胜 半个时辰之后 叶赫被姐姐 诱到一旁的小树林 脱光了衣服 姐姐如我所说 将他绑在树上 叶赫色咪咪地看着姐姐 垂涎三尺 美人 许久未见 本将很是想你呀 快将本将放开 让本将好好疼疼你呀 叶将军还是如此爱好美色呀 我突然从树后走出 叶赫神色巨变 你 你是谁 看到我身上的军装 叶赫诸然反应过来 他恶狠狠地蹬向姐姐 臭娘们 你设计我 姐姐害怕地往我身后缩 我淡淡一笑 姐姐莫怕 你之前假意投身南国 骗叶将军配合你 融入我军内部的计策 十分成功 如今你又设计 抓到叶将军 如此大公妹妹 一定悉数禀告陛下 我的话刚落下 叶赫就激动万分地挣扎 恨不得立马扑到姐姐身上 将她千刀万剐 臭娘们 本将带你不薄 你竟敢如此欺骗本将 姐姐大惊失色 白若云你胡说什么 我 我没有 一时之间 姐姐竟不知该否认 自己没有投身南国 或是否认 自己并非假意投身 我突然把姐姐推向叶赫 姐姐和叶将军是老熟人了 不如就有姐姐亲手 把叶将军绑了吧 叶赫手脚不能动弹 只能下意识 用头撞击姐姐 姐姐被撞到鼻子 痛到落泪 她想起自己 在南国军营的飞人遭遇 突然癫狂咒骂 你待我不薄 叶赫 你有脸说这种话 若非你抓了我 我白若烟和至于尾身于你 还有你军里那些臭男人 他们一个个地 把我当什么了 叶赫不屑吃笑 贱人 你以为你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别以为你被山寨 抓去的事没人知道 呵 千人骑万人骑的贱货 还真把自己当宝了 叶赫当众揭穿 他遭乱的过往 姐姐气到发抖 他抓住叶赫的头 疯狂往大树上撞 你才是烂人 去死吧 狗男人 看着眼前狗咬狗的一幕 我心里终于畅快了 叶赫毕竟是将军 很快就被人发现 他不见了 两军交战 如同预料之中的 萧毅果然不像 他表现出来的那样 病体柔弱 相反 他剑法出众 伸手矫健 比起南国留守大本营的将士 我们胜算太多 很快 我们杀出一条血路 策马回应间隙 我问萧毅为何会重生 他告诉我 前世 在萧黄杀了我之后 他也被下旨刺死了 宁王府上下五百多人 老弱妇孺 无疑倖免 他自带锋芒 忍辱负重 换来的却是那般下场 重来一世 他绝不再委屈求全 回到军营 我把叶赫绑上成墙 叶赫除了是南国的将军 还是南国皇帝的第三子 立马下令退兵回营 重要筹马在握 现在 只需等待南国皇帝的诚意了 大将军命人 把叶赫关好 就在刚才返城 萧毅已经告诉我 重生之后 他就立马与宁王妃宋仪 坦白一切 萧毅与大将军 以及宋仪三人 本就情义深厚 大将军与宋仪两情相悦 却生生被当今陛下拆散情缘 两人心中虽有怨言 可为了顾全大局 只能忍气吞声 如今宁王却说 前世他和宋仪都被无端刺死 而大将军 功高震主 以白若云的下场来看 大将军也不会有好结果 既然如此 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集体反了 所以 危急时刻 大将军才会那般信我 大将军邀我去他军帐详谈 却不想 掀开军帐的那顺 姐姐光着身子扑了上来 幸亏大将军反应快 躲闪及时 姐姐扑了个空 摔了个狗吃屎 十分狼狈 我还站在军帐外 姐姐并未看见我 他扑闪着大眼睛 可怜兮兮的朝大将军卖惨 大将军 若烟摔得好疼呀 大将军不负人家一把吗 大将军仗红了脸 别开眼 愤怒至极 白若烟你这是作甚 若是宋仪在此 本将的清白可就毁了 当真是说曹操 曹操道 宁王妃宋仪正巧在这个时候 到了北地 好巧不巧 嘿 大将军说完这句 正正好他就进来了 欣赏人军帐里有个女人 宋仪脸都黑了 这是什么意思 大将军紧张到结巴 我 我也不知道啊 突然 大将军看到我 你你可以问若云姑娘 她可以替我作证 看到宋仪 姐姐脸色发白 她迅速起身 奈何双手遮得住上面 遮不住下面 难堪至极 我向宋仪解释 我和大将军也是刚刚到此 军帐里的人 大概是自己偷偷溜进去的 姐姐面色惨白 上一世 她就因为要爬上 宁王妃的位置 设计陷害宋仪偷人 可后来 不仅被宋仪发现 她的诡计 甚至她和宫里互通消息 也被宋仪不经意间发现 她的身份败露 宋仪便将计就计 假装中套 而后当众揭穿 一切皆是姐姐对她的构陷 于是 姐姐被圣怒的宁王妃毒雅 并贬为贱奴 三餐不济 每日清洗公筒 且饱受毒打 因此 姐姐对宋仪打心底 感到恐惧 听完我的解释 宋仪气不打一出来 想勾引大将军是吧 来啊 打算怎么勾引 让我也看一看 宋仪一步步朝姐姐走去 姐姐又惊又惧 你 你是宁王妃 我勾引大将军 与你何干 不提这个还好 提到这个 宋仪就想到自己 被迫与大将军分开 无奈嫁给萧毅的现实 何况 她还从萧毅口中得知 眼前这个女人上一世 对她做过的一切 宋仪气笑了 与我无关是吧 今日 我就让你看看 到底与我有无关系 宋仪直接把光着身子的姐姐 往军帐外拖 姐姐这才想起我 她气不成声向我求救 妹妹 快救救姐姐 我不能这样出去 我还怎么活呀 妹妹 求求你 我喊住宋仪 姐姐面上一喜 趁宋仪不备 她突然正脱开宋仪 跑到我身后 妹妹 姐姐就知道 你不会见死不救的 我勾起唇脚 声音极淡 王妃 我出到北地之时 我姐姐就想让我去当军纪 可如今看来 她比我有天赋得多 王妃不如 碎了我姐姐的心意 我的话还没说完 姐姐就发狂咒骂 白若云 你这个贱人 我要杀了你 宋仪愉快微笑 这个建议不错 说完 她抓起姐姐 便往外走 这么喜欢光着身子 本王妃就带着你溜一圈 再把你送去军纪院 以后你也不用穿衣服了 反正你也不洗 也不需要 我向南国皇帝提出 南国十年内 不向下国开战 同意 即可释放夜鹤 南国皇帝深思熟虑之后 无奈同意 没有外患 才能着手清理内忧 北地终于消停 我和大将军 不仅打了胜仗 还抓到叛臣 宁王自建运送军粮到北地 是因为他早就和南国勾结 意图造反 关键时刻 被姐姐发现 情急之下 宁王将姐姐毒雅 还挑了她的手筋脚筋 而我和大将军在危急关头 将其一举抓获 并且对宁王行讯逼供出重要情报 才让我和大将军升起叶赫 换来南国皇帝 这一纸十年不战的保证书 北地百姓欢呼雀跃 在歌载舞地 欢送我和大将军回京 陛下在城外 迎接我和大将军凯旋 两位爱卿辛苦了 愿为陛下 为下国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只是 我沉引一会 只是路上出了一些状况 陛下挑眉 哦 请陛下治罪 若云失责 宁王被他的同伙就走了 陛下沉默不渝 这时 姐姐从马车里被搀扶出来 陛下抬眸望去 我立马红了眼眶 姐姐遭宁王暗算 如今口不能言 手脚被废 形同废人 若云怕姐姐想不开 只能派人日夜守着姐姐 姐姐变成这样 却还一心挂念陛下和下国 若云斗胆 恳请陛下 为姐姐的后半生做主 百观当前 陛下自然不能含了功臣的心 若烟是为了我下国 才变成如此模样 何况她小时还救过寡人 于情于理 寡人都不能负她 今日当着你的面 寡人便封若烟为废 寡人答应你 日后必定好好善待她 我看到姐姐的眼睛都亮了 荣宠当前 她大概也忘了 自己究竟为何会变成 如今这副模样 我冷冷一笑 之后 我被陛下封为 下国第一女将军 而大将军 因功高盖主 被陛下卸了大将军的称号 强留京中做一个闲人 我返回北地镇守边关 没了宁王和大将军的制约 陛下形势越发猖狂无道 他专横跋扈 磕捐杂税 一意孤行 很快 朝廷百官和底下百姓 都叫苦不迭 这时 南方传来起一号角 有个叫宁义的人举兵北上 很快就杀到了京城 北地稳固 何况现在情况危急 于是陛下紧急召我回京 我独自一人快马加鞭 赶到京城第二天 宁义就兵临城下 我站在城墙上 在陛下身侧 俯瞰那个蒙面的男人 若云 你觉不觉得 他有些眼熟 我淡淡道 是吗 陈远在北地 倒不觉得他与何人相似 陛下去忽然慌了 他问我 大部队何时能到京城 我抬眸看向远方 快了 战况激烈 眼见命意越战越勇 陛下连忙抓住我 若云 你不是第一女将军吗 快点想想办法 陛下何不召回大将军 萧黄恍惚 半嗓才想起大将军是何人 对对对 快来人 去替寡人把大将军请来 很快 大将军来了 可陛下的唇角堪堪扬起 就被眼前的景象彻底吓住 若云 那 那可是你的军队 我点头 淡淡道 陛下真是好眼力 前面那人 可 可是大将军 他怎会领着你的军队 萧黄似乎想到什么 他猛地看向我 宁义就是萧义对不对 你们 你们是一伙的 你们欺骗寡人 我勾起唇角 陛下总算回过神了 这些日子 是沉溺在我姐姐的温柔香 忘记回魂了吗 萧黄咬牙切齿 那个贱人 陛下莫要误会 姐姐可不是与我们一伙的 我告诉萧黄真相 还不忘说 姐姐在北地的那些辉煌历史 萧黄像吃了屎一样 狂吐不止 禁卫军启示我北地军队的对手 不过半日 禁卫军便被杀个片甲不留 萧黄一脸菜色的瘫倒地上 他的视线慢慢扫过我和大将军 最后落在宁义脸上 他已经摘了面罩 真的是你 萧义 萧义冷淡倒 怎么 你日日盼着我死的时候 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 会落得如此下场吗 我何时盼过你死 我没有 萧义冰冷的目光射向萧黄 萧黄一下就住嘴了 他不知道萧义是重生归来 萧义也不打算告诉他 不管前世如何 今生他总算要为自己的残忍和自私付出代价 这时 姐姐跌跌撞撞跑出来 看见眼前的一切 他崩溃大哭 可是坏了的嗓子 就算是哭声 也难听至极 催哭拉朽般 让人生厌 姐姐朝萧黄奔去 却被萧黄一把撇开 滚 贱人 寡人只要想到这些日夜 和你同睡一张床 就觉得恶心至极 姐姐呜呜啊呀的 气不成声 和萧黄拉着肩 姐姐露出一截满是红疙瘩的手臂 萧黄像见了鬼一般 脸色发白 姐姐拼命把衣袖拉下 那 那是什么 我微微一笑 原来陛下还不知道 姐姐在北地就染上脏病了 是我 好心替他寻了一个医术绝佳的大夫 替他眼下着病 萧黄嫌弃无比 滚 滚开 离寡人远一点 萧黄手脚病用的踢打着姐姐 姐姐吃痛 眼里满是恼怒 他咿呀呀的不知咒骂着什么 萧黄只觉恶心 血浓流的满手都是 望着萧黄嫌弃的脸 姐姐恨意从生 他抬起满是血水的手臂 直往萧黄脸上抹去 啊啊啊 萧黄猛地一脚踢倒姐姐 倒地那瞬 姐姐喷出一口老血 萧黄依旧发了疯一般的踢姐姐 姐姐却突然满眼恨意地起身向我扑来 我只侧身轻轻一歪 可姐姐已无法停下 她的身子继续往前扑去 最后跌落成墙 在一众尸体中 她睁着双眼 死不明目 而萧黄 她一刻不提地抓着自己的皮肤 浑身上下 已经到处都发蒙溃烂 都是脏东西 都是脏东西 洗掉就好了 寡人是天子 无碍的 无碍的 萧黄已经被姐姐的体液弄得失心疯 她跌跌撞撞地往宫外走去 萧逸站在高高的城墙上 抽出一只剑鱼 拉满宫 瞄准那个装疯卖傻的人 放剑 毫不犹豫 下一瞬 萧黄仰面倒地 她的额头 那只剑正中额尖 她瞪大眼望着天空 强撑着最后一口气 像是不甘 又像是不懂 为何寡人都这样了 你却不放过 她不知道 正是她前世的毫不留情 才换来今生如此结局 萧逸登基前 在萧黄寝宫 发现先帝的遗诏 原来当初先帝想要传位的人 并不是萧黄 而是萧逸 离开这天 大将军和宋仪来送我 哦对了 宋仪已经是将军夫人了 若云 你真的要回北地吗 必吓她 我示意宋仪不必再说 我自小生活在苦困之家 知道寻常百姓 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多么不容易 他们最大的梦想 不过是活着 虽然南国签下停战条约 可北地仍旧需要我 那里的百姓生活依旧艰难 我想靠自己的力量 靠两辈子的见识 带他们过上更安定 更富足的生活 前世我奉旨回京时 就对他们许诺过 一定会回去继续保卫他们 前世没有兑现的承诺 我这辈子用一辈子来旅行 不管前世今生 我和北地已结下不解之缘 策码离开的时候 我没有回头 即使我知道 城墙处有一人驻足良久 可就像我知道 他会出现在那里一样 他也知道我心中所属何处 萧毅 若有来生 我再许你吧 全文完 我再许你